好,這種背景換的用CSS就做得到 這種就是放上去之後會有底線的 這個用CSS就做得到 那這個大概用CSS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像這個 這個用CSS就做不到 為什麼?因為你要按下去 然後它才要出現這一個 這一個表單 這個用CSS是做不到 那像這個也是 這個用CSS是做不到 這個都是JavaScript的功能 那純粹的這種靜態的這種是CSS的功能 但是會動的這種就是JavaScript的功能 那現在很多人寫這個其實也 也不太需要自己再去寫這種功能表之類的 為什麼?因為 大部分的你所使用的工具 它都會幫你弄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就去找一個來套 也是可以 所以很多人就是直接套 但是更深入的時候 我們要做出自己的互動的程式的時候 互動網頁的時候 最好就要學會JavaScript 所以照理講 照老師如果是強調互動網頁設計的話 照理講應該他會講JavaScript的部分 有嗎? 沒收到 可是我不知道後面會不會交 是這學期在交 對 了解 OK 因為如果強調互動的話 應該是會講JavaScript的部分 不然的話就純粹是 跟Server的互動 而不是在 在網頁上面 直接互動 好 那 稍微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 像這裡 這個不算 怎麼說呢 這裡沒有那個樹狀展開 像有些有那種樹狀展開的 就有點像檔案總管那種做法 那那個也是用CSS 不 也是用JavaScript 像這個也是用JavaScript 那 OK 所以 這應該分得清楚 就是 到底哪一些是需要JavaScript 哪一些是只有CSS就可以做到 或只有HTML就可以做到 這個 這個我覺得買得去的 這個是 這支是什麼 這支是用樹莓派做的手機 自己擦 螢幕自己擦這個 五線的部分出來 做手機 OK 那這是 不是我們課程方 OK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就是這個 怎麼做互動的部分 但是要做互動 我們要會JavaScript 要會JavaScript 我們還是得從最簡單的開始 那 JavaScript是一種 應該說是 網頁裡面可以使用的唯一語言 唯一程式語言 所以呢 他其實很重要 有些人 有些人不喜歡JavaScript 有些人很喜歡JavaScript 他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 怎麼講 就是 就是 他的語法很彈性 但是呢 有時候會讓你很不容易看懂 因為 有關他的歷史 然後還有一些 當心他設計的理念 然後 有時候會讓某些人覺得JavaScript 很奇怪 那JavaScript 會被內牽在HTML裡面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HTML裡面寫一段 這樣的Squid HTML Body 接下來是Squid OK 然後在Body HTML 我們可以在HTML裡面寫一段 這樣的Squid 那 他顯示的結果 我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顯示的結果 我把它 直接剪接下來 然後 放在我們 這一門課的網址 好 我建立一個hello.js的檔案 不應該點JS 應該是點HTML 所以 因為剛剛那個是HTML檔案 裡面是內牽的JavaScript 又不是傳JavaScript 所以應該是要建HTML檔案的東西 好 那OK 當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我沒有設編碼 不過因為我的層次 現在沒有中文 所以 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有中文的話 你最好設一下編碼 設了編碼之後 你這一定要存對 存錯的話 那就會亂 好 那我現在雖然沒有設編碼 可是這個是 這也是英文的網頁 所以沒有問題 那我執行了 那我執行了 我看 對照看一下 陳氏我們的 陳氏長什麼樣子 陳氏長這個樣子 這邊呢 執行結果 好 陳氏 陳氏長這個樣子 然後執行結果 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我寫了什麼 我寫了S等於 S是一個變數 那在JavaScript裡面呢 變數你要宣告 不需要宣告它是int 也不需要宣告它是blood 跟C元不一樣 因為JavaScript是一個 弱形態語 或說無形態語 那它的形態呢 是根據後面它的值 是什麼 它就會變成什麼形態 而且執行的過程當中 你要把它改變 也OK 所以呢 JavaScript的 變數宣告 你基本上 要在前面宣告個VAR也可以 你不宣告VAR也可以 但是呢 宣告VAR跟不宣告VAR有點不一樣 你如果宣告VAR 代表它是區域變數 如果你不宣告VAR 它會被當成是痊癒 OK 應該也不叫痊癒 因為JavaScript基本上 沒有所謂的痊癒 這件事情 所以 當你不宣告之後 它在整個檔案裡面都可以用 而且它會影響到整個檔案 那你宣告了VAR之後 它就變成區域的 只在你宣告的那個區塊裡面用 OK 那JavaScript是 說沒有痊癒也不太對 因為它有一個叫Global的物件 這個在瀏覽器裡面 是有Global這個物件 所以你可以把它 射到Global裡面 它就變成 可以在別的檔案裡面存取 那所以 這裡是 好那這裡我們看到S等於5 Y等於7 然後呢 最後通常我們有分號 那這一行我沒做分號 但是JavaScript會自動幫你補 不過這是不好的習慣 最好還是加上分號 多大的分號應該不會relay 所以 最好還是加上分號 那我接下來說 S等於Arrow T等於S加X 那它的加把跟Java的加把差不多 自算跟整度相加 會變成自算 所以這個T會是個自算 而且它會是HELLO5 OK 然後呢 Z呢 是S乘Y 所以Z是X S是5 Y是7 所以就是5乘7 就是35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印出來的時候 我印S等於什麼 Y等於什麼 S等於什麼 S等於什麼 那各位一定會覺得 那這是什麼 這個寫線是怎樣 跟C一樣一樣 換好 換好字眼 所以它才會這樣換好 那這個PRE 是什麼 HTML的標記 我呼叫Document.Write 它會Write到哪裏 它Write到這個Body裡面 就是這個Body的裡面 那所以呢 當它Write出去的時候 這個Body裡面 都會多一個PRE 然後結束PRE 中間就是這個自算 那個東西 那PRE是做什麼的 就是Precormate 就是在格式化之前 的那種東西 也就是說叫網頁不要格式化 你知道我給你什麼 你就印什麼 就對了 這樣子的結果 你會看到OK 它會印出這個東西 可是呢 我們在網頁裡面 只有JavaScript 我們沒有把那些東西 直接寫在網頁裡面 所以這是JavaScript 在網頁裡面 它是可以做一些動作的 可是我們現在做的動作呢 還沒有互動 我們現在所做的動作只是 印 但是 它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 HTML裡面可以執行 叫要執行 這一件事情 那JavaScript有什麼呢 JavaScript就是 它也有F 也有FOR 也有FOR 也有File 也有Function 也有 甚至有物件打項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而且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但是呢 你要用JavaScript的時候 要注意一些事情 特別是它的Function 它的Function 很強大 但是 不小心的話 你會看不懂 那它也有FOR 也有一幅 也有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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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我們都可以拿來執行一下 稍微執行一下這一個 也有FOR 那請注意我都是存成HTML 因為現在這個其實是HTML的檔案 裡面內籤了JavaScript的程式 所以你的檔名必須要存成HTML 好 那我們把這個椅子打開 喔 亂碼 為什麼亂碼 中文 因為 中文 對不對 中文 那這裡你看 我編成UTF8 好 那UTF8 可是呢 它輸出之後變成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這邊 它現在所選用的編碼 應該是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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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編碼 好 目前呢 它是選BIG吧 好 所以呢 就看不到 如果你改成UTF8 它就看得到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各位應該還有影響 我們上次 在 這裡的時候 HTML 一開始 是不是有告訴各位編碼的問題 這樣 有沒有 這裡 OK 如果你希望 讓 瀏覽器不會顯示亂 你應該把 你的編碼 寫在這個Head裡面 然後 告訴瀏覽器說 你現在編碼是什麼 一樣的編碼 所以呢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得這個問題 我就把這一段 給放進來 那其實這一段 怎麼放 沒差了 這樣 也OK 所以 好 存一下 最像我們再 再重新整理一下 這個 它基本上就 就會對 那 因為剛剛我手動把它調成對 可是事實上 會不會你重開 它還是會對 所以 這裡 注意一下 HDML裡面可以指定編碼 HDML可以指定編碼 那就是說 異覆 score帶來60 就印出及格 否則就印出不及格 這個document.write 會直接write到 這個body的標記裡面 所以它會印出及格 所以不及格 那下一位 是61分 所以是及格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結果 是及格 那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 59分 再重新整理一次 它我們會看到 就變不及格 所以如果我們 59分 再重新整理一次 基本上 這樣 你應該確定 它層次有執行 對不對 而不是 而不是 這裡的層次 是寫好看 它真的有執行 好 那所以這裡是 JR Speed的異覆 那這個到目前為止呢 跟我們之前學的程式語言 幾乎都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接下來呢 就來看4 Y和4 4跟C語言的語法幾乎是一樣 所以 i等1 i小的1 i++ 不是比較C語言吧 基本上加I 是這樣 C Sharp 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計程式語言 那 Continue的功能各位清楚嗎 如果執行到這邊 然後 i如果等於3的話呢 它就跳回回圈 在4那邊繼續再執行一次 但是呢 這樣其實就是 就是跳過這一個 就是說 我今天 一開始就Continue 的話就跳過這一個 啊Black呢 Black的功能就是 我執行到這裡 如果它是8的話 我就整個跳出圍圈 跳出圍圈 所以為什麼你在那個 Switch的這一個 這一個 語法裡面 要每一個都要加Black 不然的話 它會 它會一直執行下去 好OK 所以這裡 看一下 它的Boat 好OK 這個Boat呢 它執行了 稍微仔細看一下 它做了什麼 它硬124567 然後就沒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會是124567啊 因為3跳過對不對 8就停了 8後面才硬 所以8跟5沒硬 所以就124567 再接著 OK 所以呢 接下來 接下來 還有File File 可以舉例 接下來是函數 JavaScript的函數 要特別注意 就是 它 它 的 語法 有很多種寫法 比較正常的是這種寫法 Function Sub Sub FileScript的寫法是這種 我宣告一個變數 把它指定成一個匿名函數 這個叫匿名函數 因為它 這一段裡面沒有名字 OK 然後呢 指定給這個變數 之後 那這個變數就是一個函數 所以我可以呼叫它 呼叫它 就呼叫 add7 那結果呢 就是 轉回8 OK 是不是字太小 這樣應該會大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種寫法是比較 JavaSpeed的專用 這種寫法呢 就比較一般性的寫法 但是JavaSpeed的函數 前面一定要加Function這個字 那有些人不喜歡Function這個字 因為有點長 不過我覺得 用久了之後覺得還好 一開始覺得好長 要打這麼多字人類 好 OK 所以呢 這個程式 你如果去執行的話 好 來看一下結果 來看一下結果 好 那會是這樣 好 那這個 結果 結果 最後這個Document And Write 輸出來 ADT35等於 然後 轉換 ADT35的結果 SFV72等於 轉換 SFV72的結果 全部階層的字串 把它輸出到 到底裡面 就可以這樣 OK 那這個部分 函數的部分也講完 接下來看一下 陣列的部分 JavaSpeed 是有陣列的部分 而且 他的陣列其實 比較繁瑣的是這個寫法 比較簡單的 你就用中國號就可以了 我們再 給個例子 好 我們存好了 把它打開 那他會印出 John, Mary, George 為什麼會印出John, Mary, George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 for語法 跟剛剛不太一樣 這個 C-Shop好像沒有 類似的 只是 語法幾乎是一樣 但是有一點不一樣 他的P 不是個 不是blends的成語 他的P 是這個所影子 他會傳為所影子 不會有所影子 所以 C-Shop會傳為成語 所以 C-Shop會傳為成語 所以 他還要再用FlanxP去取 他的字 OK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他印出了 0.John,1.Marie,2.George 所以是OK 他正確 這次陣列其實不用這麼麻煩 你只要這樣寫就可以 OK 再做一次 那 重新整理一下 還是一樣 所以只要寫中畫 就這樣 但是 如果我只是要做這件事情 我幹嘛那麼麻煩啊 我把全部都塞進去 比較好 好 所以 這樣寫應該就可以 還是一樣 然後呢 正列有一些函數 他的函數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 JavaScript是一個比較隨性的東西 稍微查一下 正列的函數 他裡面呢 有什麼函數呢 這些都是 JavaScript的 正列的函數 像他有 Push Pub Shift Slice Short 那這些 OnShift 那 基本上 稍微看一下 Complete Arrite Object Reference 那這裡會有 他所有的 Drew Concate 就把正列 裡面的所有成員 接起來 變成 變成是一個字串 然後呢 Index Of 就是找 那個 子字串在哪裡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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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部接起來 Concate 是兩個字正列 接起來 所以 不是 不是跟Join 不太一樣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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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x 不是從尾端來掃 掃 看最後一個出現 還是串在哪裡 然後呢 Hub 是把正列讓堆挺用 所以從後面加一個東西進去 Fush的話呢 就是從後面 Fush 是從後面加一個東西進去 Hub 是從後面拉一個東西出來 那 Shift 就是 從前面 從前面 抓D0的把它丟出去 而且D0的就不見了 它陣列會縮小 然後呢 Unshift 就是 倒過來從前面再插一個東西進去 然後 Reverse 是把整個正列轉過來 Slide 是選取正列的一部分 變成一個新的正列 然後 D0的 Sort 是對這個正列做排序 Supplies 就是 把 其中一些元素 加入會移掉 然後 D0 這個是大部分的JavaScript 都會有等式 彈述 就是 所以 所有物件的2Stream 都是把那個物件轉成字串 那 這樣子 到時候 你去跟字串做連接的時候 它會自動路叫 這一個東西 那 Value 這是傳回 它裡面的基本 基本 元素 結果 這個Value 會變這樣 OK 這是我們看到的正列 正列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Push Push 有一個Snowbee 進去 你會看到 OK Snowbee進去了 那 它不只 一個正列裡面 不一定大家都要同樣型態 因為它是個弱型態 好 放一個3.5進去 那就 3.5進去 所以 JavaSpeed 正列裡面 其實你可以隨便放任何型態的東西 包含 物件還是 都可以 記得 正列是用中括號括 那它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字典 是要用大括號括 好 OK 那這樣子 我們把JavaSquit還沒到物件導向的那部分 介紹了一下 那各位呢 請你去執行一下這些程式 確認 你了解JavaSquit這一個語言在網頁裡面怎麼用 去試試看 我把這一個房子貼上 到色彈 好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